每次搬家都要花不少時間適應新的生活 所以在作出決定之前,最好考慮清楚 尤其是由北半球的香港,搬到南半球的澳洲 究竟有甚麼大不同? 今天請來在澳洲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澳洲政府資深 移民顧問John跟我們說一下 當時John,為何你不選移民去一些英語國家 譬如英國,而選了去南半球的澳洲? 當時我九十年初,我移民澳洲時 因為我哥哥是Melvin,有些家人 香港人也有很多親屬或朋友在澳洲 這是一個好的原因 但其實大家都明白澳洲和香港的時差只是兩小時 去澳洲只是八小時的飛機 澳洲的氣候比較和暖,比較適合香港人 教育也不錯,也是英語國家 剛才我所說的那麽多種的理由 香港人都是很熱愛的 最近我們世界的評分 Sydney, Melbourne, and Adelaide 都是世界最適宜居住的城市 排在提湖的十名以內 所以這是為何香港人喜歡去澳洲 是的,不過我唯一跟香港朋友說起 說去澳洲了,大家一想起 會不會很悶?最怕就是悶 好,每個人的生活方式有些都不同 香港24小時,這麽繁華 生活節奏這麽快就不可能了 但是澳洲來說,它也有很多的歷史 和一些非常優美的風景的地方 可以值得你遊覽 而且澳洲的地方就很廣闊 地域也有很多 由一些沙漠的地區 去到我們的珊瑚礁 很多美麗的風景 你可以探索 還有澳洲也是喜歡體育 還有他們當地有些美食的地方 只要你花些時間去探索一下的時候 你都會很享受你在澳洲的生活 澳洲有6個州兩大領地 會不會是文化氛圍和生活習慣都很不同 如果香港人會適應哪一區多些 當然,看統計來說 香港人都是比較去西德尼、Melbourne 或Brisbane為多的 因為當地有些親屬或者朋友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是你選擇這個地方 要看它當地的氣候 正如我所說,澳洲因為地大 所以就算每個省的氣候都有些不同 還有你又要考慮子女的教育 你就業方面的選擇 其實都是要看回家庭和個別的需要 去選擇你所居住的地方 你說起子女,我也有子女 那邊的教育制度是怎樣的呢? 他們都是很類似一些英式的教育 有中小學的12年 接著有3、4年的大學 他們的教育制度比香港比較靈活 我們經常都說香港好像填鴨式的教育 比較著重於考試 當我移民的時候,我的兒子都是很小的 有一天,放學的時候,中5、3、4時 我的兒子就回來的時候 我就說,為什麼你沒有帶書包 是不是留在學校呢? 我兒子就說,我做了功課了 我回來玩而已 這些小朋友多開心 香港就不管了,直接去玩 香港的家長每天要花很多時間 幫子女去溫習功課 溫在那邊的時候,一齊整家人一齊生活 我知道醫療制度是不是都很好呢? 對於可能老一輩的人 會開始想一些醫療的服務 澳洲是一個福利國家 大家都明白了 他交的稅稍微多一些 但相對來說,你拿的福利就比較好一些 如果你是永久居民或者公民的話 你就享有他的醫療服務 我們叫Medicare 基本上,你看醫生或者普通的藥 都是免費的 當然,如果你覺得政府醫療 譬如說你入院是公家醫院 或者公家醫院的分娩 那些是不需要錢的 或者很少錢 但是你覺得如果不足夠的話 譬如你需要牙科 或者某方面的特別的醫療服務的話 你可以買一些 我們叫做私人的醫療保險 費用也不多的 我們說可能每個月 家庭來說是300至500元澳元每個月 這是非常之划算的 我想作為澳洲人 可能享受醫療的福利就很好 但我知道政府面對一些移民申請的時候 對於身體健康審查得比較嚴謹 應該不想增加他們的醫療負擔 那會不會說本身有什麼病 而去申請這個移民 去澳洲是會有些困難的呢 你說得非常之對的 因為為什麼呢 澳洲在這方面 在健康狀況的要求比較高 一般來說 如果是傳染病 譬如有肺結核 或者是一些HIV 甚至我們亞洲人比較常見的 我們叫做月乾 尤其是你經常 這個也挺普遍的 是的 沒錯 如果你是經常服藥的話 那就會影響你的申請 有些朋友可能都不知道 澳洲有個條例就是 我們叫One Fails All Fails 換句話說 你的家人當中 你連同一起申請 或者不連同一起申請 如果他是在體健方面不合格的話 就影響主申請者 以及全家人 都是拿不到這個簽證的 我曾經試過 有位女士 她就申請投資移民的 其實她所有的條件都符合的了 太太就說 我有月乾 但是我們都要吃藥的 我就說太太真不好意思 你真是申請不到 當然她會失望的 但是當時她移民的目的 主要是這首歌讀書 當然每個國家有不同的健康要求 英國是沒有這方面的 Happy問題的 因為當你去的時候 她不需要驗這件事 現在她的家人就在英國讀書 她的家人 所以我們要看 如果申請澳洲的時候 我們都會問得很清楚 申請人和家人的健康狀況 那月乾都是比較普遍的 或者很輕微的一個病徵 假設有些人可能要長期洗腎 甚至有癌症的人 說我要退休去澳洲休養 是不是根本都不用想呢 其實澳洲的體檢準則 就是說就算你有什麼病 如果你真的完全康復 又有醫療的報告 證明你是沒事的話 你都是可以成功申請的 但是假若你的症狀 是需要長期復藥 也會有一定的醫療費用的話 可能那個機會就很低 或者是不可以成功申請的 如果這樣說的話 澳洲人會不會相對 其實他們自己都非常注重健康 他們的飲食、生活習慣 跟香港人有沒有很大的不同呢 大家都知道 澳洲本身出產的農作物 或者食品、水果 都非常之多 所以其實他們均衡飲食 以及他們注重運動 所以普遍來說 他們雖然都有肥胖的人 但是他們都很著重他們身體的健康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享受一些健康陽光的生活 澳洲是一個好的選擇 那邊的生活水平又如何呢? 就是有沒有什麼特別 比起香港是很貴的 或者有什麼特別划算的東西? 剛才我們先說回那三個大城市 即是Sydney、Melbourne和Brisburg 他們的生活成本的中位數 跟香港差不多一樣 但是有些東西特別會比香港便宜 譬如買車而言 同一款的車 可能便宜40% 汽油而言 那邊便宜香港50% 即是說 因為你知道沒有車在外國 全部冷系的地方大 尤其是在本土出產的 例如一些食品、水果 那些便宜 如果作為一個 即是真的 未接觸過澳洲生活 但又很想移民去那邊 即是因為被你說的所有東西 吸引了之後 你有什麼建議大家要留意呢? 都是做好功課 為什麼呢? 移民去澳洲有很多種簽證 視乎你自己移民的目的 你要了解 你是不是符合簽證的需求 以及要了解申請的過程 你是否可以提供到足夠的文件 最好是找一個資深的移民顧問 這方面是有經驗的 去幫助你申請 這樣便是事本功倍 如果像你那樣 有家人有朋友在澳洲 可能移民就會容易融入 但假設我真的沒有朋友在那邊 我是零的 去到跟鄰舍之間的關係 是否容易融入的呢? 在澳洲 我相信在香港社會是一樣的 溝通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們要主動結交朋友 我還記得當時我在撕尼居住的時候 我去到一個新的社區 我都會主動去敲門 在我的隔壁輪社去介紹自己 我是阿John 剛剛在香港移民過來的 請問太太你貴姓呀 他們都很有禮貌 會請你進去家裡 大家聊聊天 喝茶 我還記得有一位我隔壁住的婆婆 當天她蒸了她的蛋糕 她便會拿過來給我們吃 其實倫理的關係和交朋友 其實最重要是自己主動 以及要你的溝通能力 會否說我選擇住一些鄉郊的地方 人情不會比我住在市中心呢? 我又覺得不一定要這樣說 為甚麼呢? 只不過是說城市的人 因為他們工作比較繁忙 可能隔壁那個人經常上班 你未必看到他們 鄉下的地方可能是一些退休人士 可能他們的時間比較多 是否代表他們一定是友善一點 這件事是很難說的 只是時間可能比較多一點 所以說無論搬家去哪裡 最重要是有一個開放一點的心情去適應 至於生活方式 好與壞就沒有好壞之分 最重要是看看那個地方 適不適合你自己 所以我們已經有要去 我們要適合你 那時要的一段時間 就應該追求 幾乎 你 你 那你 在那哪 最等等 我 這麼多 感谢观看